大家好,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 今天在那个,我是我妈妈住院 但是非常荣幸的碰到这位林大哥 他也在这边住院 那我们有做一些交谈 那我是知道说他有很多 很值得被传送的事迹 那他也很希望可以让经过大众传播的方式 来让大家知道 那因为好奇宝宝现在母亲中风了 那我现在实在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做太多 所以我邀请这位林大哥 来参加我们公民记者的行列 那林大哥呢,他在这个 刚刚说过他曾经有很多的在职场的时候 还现在他也有很多的头衔 还做很多的社会上面的公益的事情 那我就会邀请他 而且他虽然林大哥不会电脑 可是有人可以协助他来 来用这个电脑 来看到电脑上面的这些讯息 所以我也邀请他来加入我们 这个公民记者的行列 那我现在呢就是要做一个示范给他 做公民记者 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感谢 就是把这个手机 我的手机我就是架在这边 架在这个病床旁边的柜子上面 谢谢 然后我就做这个访问 让他知道说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否则的话 因为林大哥他不会打字 他还需要找人来帮他打字 然后再甚至做什么东西 很多事情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他只要有一个手机 或者是照相机 都可以就是把它照起来 你想说什么事情 你就把它像这样的 把它架住 架住了以后 你就把它 你就把你造好的东西 交给你的 你的志工 你的属下 或者你的任何人可以协助你的 就请他都把它上传到网站上去 可以 然后加一个标题 什么 这个工作就完成了 主要是要把你的身份证 音音本 寄到公共电视 这个新媒体部门 我乐意加入 谢谢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中华民国公共电视台 公民新闻平台的一个正式的公民记者 感谢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六七 六七千个公民记者 太好了 但是一般听说好像大家都很愿意去加入 但是真正有作品的活动作品 这个最重要 这个不是很多 那我也介绍了很多人 我介绍他们来参加 但是最后他们只是申请了 连第一篇都没有做上去 那我就是希望说 您可以发挥您的行动力 可以 那您刚刚是不告诉我 很多很多 我觉得非常值得被大众知道的 这些很重要的事情 那您就可以分门别类 比如说您说的您先父的这一段 或者说您在救国团做的这一段 或者是说您看到您的子女 在中国文化的这一部分 各部分 你只要你想到的 你觉得让大家知道 对这个社会的良善 你跟公益有帮助 你就可以像我们现在这样 把它录起来 太好了 太好了 就直接把这个放到网站上 然后再给一个标题 你甚至不用打字 因为你打字可能还要花时间 太花时间 它打完字 你还要一个一个 它交对 它要浪费很多时间 是 这样就解决了 这样就解决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你把 今天太高兴你给我这个机会 那如果说你真的将来想要出一本书 或者是哪一部分你要送到传记文学 那你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寄给他 你说我在YouTube上面 或者说我在公司上面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他就会去把它打字 好